东海大学生郑洁犯下这惊人大案 其实往前推呢 早就是有蹊跷了 高中就读板桥高中的时候呢 就他就写了杀人小说 他骗老师说只是在写作 谋混过关 警方在今天征讯的时候 郑洁提到之前他考上国防大学 就是为了要准备杀人练体力 才去读军校 顶六月前往郑洁就读的东海大学 宿舍门口横连贴着打死不治疗 就是郑洁亲笔书写 四月份就曾经因为脸书写下 类似捷运杀人计划 惩罚世界人民要在电车上杀人 还说要做一番大作为大事业 校方接到的通知 还找他来开了资商会议 他却说只是写写小说而已 郑洁也告知昔日的高中同学 将杀人写成小说存在了笔电里 原本他就喜欢写小说玩电玩 尤其喜欢杀人情节 看到有人被杀会觉得兴奋 再再显露了当时就有犯案计划 去伤人杀人 他可能会作为一个强化他杀人动人的一种 那一种效果 或者是从暴力性电玩里面 学习到怎么伤人怎么杀人的技巧 板桥高中的毕业影片 郑洁活泼饰演龙九 带头到不露脸 是影片中唯一的武打演员 用指头挑衅对方飞踢扫腿 还曾经在学校杀乌龟之后 将乌龟曝师班级教室 毕业之后先考取了国防大学 甄讯时竟然表示 杀人是自己的志愿 为了杀人才会去读军校 想要锻炼体力 被恶意当掉转学东海大学 就学期间 他没有精神方面的就诊记录 冷血夺命居然说是毕生志愿 须意杀人 司法仍可重判 高中毕业经验册中 高校写下 我没有放火烧我家 但他却持刀砍碎了好几个家庭天伦 记者吴喜冰赵建林台中报道